你吃了没 为了吸引小朋友来上科普班 汪洋亲手做炸酱 因为他自己从小就爱吃 一般人在便当的时期 便当里都有奶奶的炸酱 从在国小一直到高中 奶奶的炸酱还是养大 包括汪爸五个孩子的大功臣 不但是省钱又大碗 后来奶奶做不动了 这家传的好滋味就此消失 就是年纪也大了啦 但是拿不动那么多菜 无法忘记奶奶炸酱滋味的汪洋 试着做看看 没想到一做就成功 好吃 有奶奶的味道 汪洋还进一步把爱的炸酱 和社区的老人家分享 神秘嘉宾到访 对爱的炸酱赞不绝口 还敞开新房分享 自己的故事和经验 他又是谁呢 周五晚上九点 爱的炸酱就在公示频道 谁来晚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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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来晚餐